电影功夫中你是否听过这两句诗 异曲甘长段 天涯何处密之音 在电影中 这首诗是由天残和地残这两位高手念出的 他们被认为是杀手排行榜中的第二位 很多人称呼他们为天残帝权 但实际上根据演员表中的信息 这两个角色分别叫做天残和地残 天残由演员贾康熙饰演 他曾饰演过一个汉奸老六的角色 身材较瘦 而地残由演员冯克安出演 他在多部武侠片中有过出演经验 身材比较胖 所以他们可以用身材来区分 在电影中 当天残和地残出场时都戴着墨镜 背着古琴撞在墙上 给观众以盲人的错觉 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的盲人 如何证明天残是盲人 地残不是盲人呢 这就要说到星夜设计的一些小细节了 在斧头邦与两位谈话的场景中 天残用纤细的手指在桌面上摸索茶杯 而地残则直接帮他推了茶杯过去 这暗示了天残是盲人 而地残不是 当他们进入裁缝店与铁线拳的裁缝接触时 是地残进去做试探 尽管是在黑暗中 但两人都进行了关于布料艺术成分的对话 对话内容逻辑十分合理 而且地残全程戴着墨镜 由于黑暗中无法看到裁缝的口径 地残不可能凭嘴巴的形状来判断对方的话 因此他不可能是龙子 在打斗中途 包租婆开窗大喊的时候 天残和地残的反应明显不一样 天残因为是盲人 自然地扭头用耳朵来听 天残是盲人 而地残并不是 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戴着墨镜 并且名字里有残就假设他们都有残疾 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地残是盲人或笼子 要说他为什么戴个墨镜 可能是为了和搭档在形象上更加契合 也可能只是为了迷惑对手